光照进生活 光看见设计 光创造品味 光改变世界 我是UNO赛宇农 UNO LIFE 光听你说 让我陪你说设计 谈生活 一起听光的故事 在光里 我们遇见未来 用光带你听设计 聊生活 走向世界 大家好 欢迎收听UNO LIFE 光听你说 我是主持人UNO赛宇农 你收听的是 POP RADIO联播网 北部FM91.7 台北流行广播电台 陶珠苗FM90.7 好听广播电台 今天要来港督 港督 港督业余 来麻烦音乐一下 不知道大家对于基隆的印象是什么 基隆的听众朋友赶快听过来 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基隆 为什么会突然想要聊基隆 我觉得基隆一直在整个成长的过程 小时候对基隆其实 觉得又远又近 去基隆很远要坐火车 然后到那边之后又觉得 好像天气一直都很不好 然后就是港边就脏脏乱乱 一直会有一种机油的味道 这是我小时候对基隆的印象 后来其实又变成是 有时候念书的时候 就是大家会说 我们去基隆去吃庙口 就变成是去基隆吃庙口 但总之就是我一直都不会把基隆 想成是一个观光的一个地方 可是呢就在最近去年前年 我们就发现就是其实基隆 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一直在这个社群媒体 然后在这个新闻上面被爆出来 那其中有一个最吸引我眼球的 Keylon那个大的那个英文字在山上 然后他晚上是会发亮的 然后呢其实上次我们有采访过 做这个地标的那个设计师 就是陈一张陈设计师 那这个地标的这个灯光是他设计的 可是这个想法其实是基隆市政府 他们去年因应这个城市博览会的时候呢 特别做了这样的一个新的地标 老实说我觉得蛮聪明的 因为就当大家还在这个挣扎 就是说到底基隆这个地名是怎么来的 因为众说纷纭 其实你上网去查 基隆有很多种说法 就是说有可能是地形啊 有可能是这个什么原住民啊 但是你把它写成英文的时候 就没有这些问题了 就是突然就变得很国际化 然后又灯光亮起来之后 整个白天也好看 夜景也好看 那这个只是其中一部分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有一个那个彩色的渔港 渔港屋就是镇滨渔港 那边其实有一排房子 然后是彩色的 就是蓝蓝绿很像 远看的时候好像在那种 欧洲还是什么 这样的一个城市的那种感觉 那个也是基隆 所以呢我就开始好奇 就是说基隆最近 应该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人 或是不一样的这个事情在做 所以整体的这个形象不一样 那除此之外呢 大家知道吗 全球最美的日出在哪里 在基隆也 你知道吗 原来还有一个全球最美的日出 也在基隆 所以呢就集结了这么多之后呢 那我们就开始去 找一些这个蛛丝马迹 也就是说我们从这个城市博览会 基隆的这个地标 Keylon 这个是用新诺费的这个灯具去做的 然后呢 包含呢可能有这个整个港湾的改造 然后包含有这个镇滨渔港 好就这些全部都合在一起呢 我们就在想说 要找谁来聊这件事情最合适啊 肯定是找这个行销观光的政府机关了 我们就找到了观光发展科的科长林子余 那他今天要来跟我们聊聊 就是说基隆市政府呢 作为这整件事情幕后的推手 不管是硬体也好 不管是盖了这些地标 或是说有这个港湾啊 或者是说邮轮啊 有这些事情之外 包含像其实基隆市政府 有办了很多的活动 那有一些活动呢 我相信当然有很多都是借鉴啦 但是办的好不好 还是要看这个各个地方政府的执行能力嘛 那其实基隆局今年办了几个活动 都办得蛮好的 然后包含像今年呢 也有一些新的活动 陆陆续续一直推出来 所以呢我就在想说 那赶快来聊一聊 因为大家现在都闷得慌嘛 就是因为现在虽然疫情开放了 可以出国 可是机票贵得要死啊 所以国旅呢 其实还是是蛮热门的 国旅呢 大家其实想到的 要不然就是往南部跑 然后最多台北最多就是往东部啦 去宜兰啊 花莲 但是说实话 宜兰花莲我真的是不敢恭维 每一次到礼拜五的晚上 哇那个国舞都是大塞车塞爆耶 那赶快来开发看看 有没有台北周遭 比较有趣的 这种可以两天营业啊 或者是说甚至当天来回 这样的一个地方 好 所以呢我们就来跟这个科长聊聊看 基隆这几年到底做了些什么改变 然后呢 有哪一些有趣的事情正在发生 或者是未来还有什么 我们可以去一起探索 或是发现新的基隆 好吗 那我们广告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 Winno Live光听你说 我是主持人Winno赖云农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 有点近又有点远的城市 基隆 基隆其实就在我们的北边 在台北的北边 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 今天特别来宾我们请到的是 基隆市政府观光及城市行销处 观光发展科的代理科长林子余 林科长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子余其实非常的年轻 然后就是一个正妹 然后突然就现在我们的这个录音室里面 然后但因为他的这个头衔太长了 所以我还是要正确的念一下 就是这样 就是观光及城市行销处 然后观光发展科 你们这个科主要是负责基隆的观光的发展 对就是包含观光的推动 跟一些大型节庆活动的一些办理这样子 好那为什么这次会请到您这边过来 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就在想 最近其实陆陆续一直看到基隆有一些 不管在那个社群媒体上 有很多人去拍照打卡 比如说如果大家记得的话 有那种彩色的 有一个渔港的房子 好像在欧洲 然后又有一个地标 像那个好莱坞写一个 Keylon写很大在山上 然后会发光变色那个 然后就觉得好像最近基隆 好像就是风生水起很多活动 然后去年又办了一个城市的博览会 所以我们就想要说 其实我小时候知道的基隆 我每次就是如果是爸妈带我们说 我们去基隆玩 小时候我记得是去看轮船 因为就是要看到那么大的船 就是在城市里面那个景象很棒 然后后来稍微长大一点之后 基隆对我的印象就是夜市 没错 讲到基隆就一定会讲到没有口夜市 就是夜市对不对 你先说你最喜欢基隆的夜市是哪一摊 夜市喔 其实我个人喜欢的 好像没有到这么有名啦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吃那边的元宵 元宵 对对对 因为我小时候其实一直都分不出 汤圆跟元宵的差异 我不知道有这两个有不同耶 他们的做法有点不一样 真的喔 然后是吃到他们的元宵以后才发现 所谓人家说元宵是不会像汤圆这样念 真的啊 真的有差我觉得 元宵是甜的吗还是咸的 它这边卖的是甜的 然后它也是有原味啊 还有桂花酿这样子可以去做不一样的搭配 然后也是在那个就是在庙口那边 对也是在庙口那边 好所以就是对我后来长大一点点就是 基隆对我的印象就是夜市 然后一直到最近好像突然 基隆有一些蛻变 就是一连串的一些城市的变化 那当然现在去基隆也比较方便了 对不对 对啊现在交通很方便 对那你自己本身是基隆人吗 我其实是台北人 对啊我每天都是通勤基隆 那你比如说如果一个就是外来的人来看基隆的话 你觉得这几年基隆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我觉得基隆 因为它以前毕竟是一个港区给人的感觉 其实会比较黑暗比较冷一点 对那它现在其实整个港口因为都做成广场 整个就是很开放的一个环境 那整个景观感觉给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 对那现在其实港区也还蛮多艺文活动的 所以整个感觉有转型比较休闲 比较文清的跟以前的印象好像不太一样 有其实现在如果去基隆港其实真的不一样 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来的船也不一样 因为小时候真的是货柜啊什么就很大的那种船 然后就很有机油的味道对不对 可是现在我记得有很大的那个游轮也都来了 游轮也是我们主打的一个观光亮点 现在有什么很厉害的游轮会来基隆吗 游轮的话其实因为从去年疫情开始之后 我们已经将近一年多 快要一年没有游轮进来 那是从今年的三月份开始 我们又有游轮回来了 那这次的话今年大概会有70航次的游轮 就其实还蛮多的 哇这么多 那其中有30艘我们就是以基隆为母港的航班 真的啊 那这个从基隆出去的游轮可以去哪里 基隆的话主要还是亚洲的航线居多 像是日本或是往东南亚里面都还蛮多的 很棒耶 所以可以去基隆然后上船 这也是可以出国的一个不同的路径 对啊就是另一个国门海洋的国门 哇OKOK 所以的确就是因为是观光的游轮 所以它整个的这个广场的感觉就不太一样了 对不对 所以可以从基隆到日本的哪里冲绳吗 还是 对冲绳OK 好所以有游轮 然后的确就是后来发现整个硬体上面就不太一样 那其实全世界有蛮多这种港湾的城市 当时基隆在做这些硬体的升级的时候有没有特别想要 比如说参考还是说有时候哪一个港湾城市的启发吗 可以这样问吗 其实应该说我们就是主要是想从基隆原本的海港的印象来做转型 应该是搭配我们游轮 你想说对 让外国的旅客进来他们会觉得整个环境比较舒适 对 那我们也是希望说那把港区的环境做得比较休闲 比较开放 那是不是大家国内的民众他就算没有要搭乘游轮 他一样也是可以过来欣赏我们游轮的美景 对对对 懂 像那个路特丹啊好像就是也是也是有这种比较港湾的游轮啊 也是会是一个港湾的一个城市 的确就是在欧洲的这种港湾城市就是会有一些公共的设施 然后他也有一个广场 然后你进来之后就觉得这个城市很不一样 然后这个整个硬体 然后就是就搭配到刚刚讲到那个振兵渔港嘛 那个有一个彩色屋 那个是当时是怎么样会演变成就是变成是现在我们看到的那个样子 因为那边其实也是振兵是一个蛮传统的渔港 那我们以往对渔港的印象也一样都是比较黑黑咸咸的这样 那当初就是想说也是一样做个转型 因为那里有很多文青咖啡店啊这样 那就整个搭配在地的一些店家跟居民 我们就做了一个不一样的改变 那就是有参考一下欧洲的一些城市跟他们的房屋 我们就把房屋漆成不同的颜色 这样大家也是就是形成了一个新的观光跟打卡的景点 那边很好拍美照 其实那个拍出来效果很好 说实话因为我后来也是有注意到 而且那时候我记得我在那个社群媒体上面看到的时候 我本来想说这是哪里啊 就是看起来真的你乍一看的时候你不会以为是台湾 然后原来这是基隆 说原来基隆变成这样我们都不知道 尤其台北啦台北国是基隆很近嘛 所以譬如说如果我们要去一日游 譬如说去港湾那边绕一绕 然后可能拍拍照 然后吃吃夜市 然后甚至是如果要从那边坐游轮出去 现在整个基隆港已经不一样了 对不对 那其实我知道基隆除了这些硬体之外 其实基隆应该是自然的景观也蛮多的吧 我记得小时候看到记得的基隆是很多山对不对 对其实基隆就是有山又有海 所以不管是海洋的资源还是山的资源都还蛮多的 我刚刚忘了先从基隆这个名字讲起 我们后来就是要采访这个科长的时候 其实我有稍微去查了一下 基隆其实这个地名有几种说法嘛 对不对 有一种说法是说好像是从地形上面看起来像基隆 然后基隆山什么什么 有些是说这个因为当时的这个原住民 就是平铺族刚好在怎么样 如果站在这种基隆本地来出发的话 这个基隆的地名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基隆 因为其实我对基隆那个地名的了解是从以前的历史课本上 所以现在就是对我们讲就是一个基隆 但是后来把这个基隆变成这个很大的这个字放在山上 这个idea非常好耶 这当时是谁想出来可以这样子做啊 因为当初的话就是想说我们基隆就是应该是有日夜的景观差异嘛 那尤其就是在港口 其实它是一个晚上也是很好的休闲放松的地方 那我们在山上有一个Keylong的地标 那其实那个地方现在也变成很多人看夜景的一个场所 哦 所以那个地方是可以上去看夜景的 对他可以上去看夜景 那上去的话就可以看到就是整个基隆港晚上亮灯的样子 其实还蛮漂亮的 哦 我以为那个是本身是给人家看就是这个基隆的地标 就是地名这样子 像那个好莱坞这样很大的字 那原来是那边可以上去的 对他可以游下往上看就是欣赏那个Keylong的地标 那他还是可以到Keylong地标那边他可以往下看底下的夜景 那那边上去有需要先申请吗 不用他其实有一条小巷子 就是我们那边可能在地人会比较了解 因为他就是会经过很多民宅的一个小巷子 那我是觉得那个巷子其实也蛮有趣的 它是一一三巷啊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 感觉也蛮像日韩剧里面那种小镇的感觉 哇 你这讲的就是让大家又更新生向往 就是原来是还有一个秘境可以慢慢的走上去 然后到上面可以看到整个基隆港是吗 上去应该蛮快的大概十出头分钟就可以走到 那那边那个灯他是怎样是每天晚上都会亮吗 嗯每天晚上都会亮 然后他是有不同的颜色是不是我记得 对他现在以前的话他是只有就是亮跟不亮这样 然后来的话还是有做一些灯光的一些改变 包括颜色跟明暗这样子 OKOK好所以的确就是基隆可能有砸了这个大的这个功夫在改造整个城市的一个硬体的想法 那除了地标之外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看夜景吗基隆 嗯看夜景的话其实我觉得在基隆港本身他的港区的广场看夜景就也是蛮漂亮的啦 那另外还有一个也是很多人看夜景的地方 他就比基隆地标那边还要简单到达很多就是在港旁边的东岸广场 那个广场大概就三楼三四楼那他的顶楼的话也是很多人在看夜景的地方 是不是听说基隆有盖一个基隆塔是吗 对有一个基隆塔 这个现在开放了吗 目前的话还没有开放 还在积极的筹备是吗 那未来那个基隆塔是可以上去的吗 可以后续的话他们那边就是会规划成一个比较书香人文的空间这样子 哦所以是走文青的路线 懂懂懂懂 所以现在整个基隆要变文青港就对了 所以他就是其实并不是只是一个单纯的地标或是说上去看夜景 他未来有可能会变成像书店啊咖啡店 他在做一个空间的利用 哦是哦好好好所以这个还蛮多东西可以期待的 就整个基隆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讲到蛮多的 就是从原本我们知道的港湾也做了升级 然后原本的夜市当然也都还在 可是多了好几个地标耶 好我们进广告稍微休息一下呢 我们再回来问问科长 其实因为我还很想问的是呢 基隆除了硬体的升级之外 从去年开始就有很多的这个软体的升级 包含办了很多活动 包含他们有比较别出心裁的这个跨年的计划 那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我们再问问科长软体的升级有哪些 欢迎回到 那Winno Life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Winno赛宇农 今天呢我们在聊基隆 所以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个特别来宾呢 是基隆市政府的观光发展科的科长林子瑜 科长你好 哈喽大家好 还是要叫他科长 虽然他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女生 但是他现在是在负责 就是整个基隆市政府这边城市行销 跟观光的这一块 那我们刚才前一段节目其实聊了很多 就是基隆最近给人家还蛮多不一样的感觉 蛮多新的面貌 然后如果这个有在玩社群媒体的人 就会发现其实最近好像基隆多了蛮多新的地标跑出来 那其实呢有硬体也要有一些软体的支持 所以我们刚刚就在跟子瑜在跟科长在聊 就其实当然去年有办了一个城市博览会 也算是有一些音量嘛 就其实去年城市博览会也办得蛮好的 那其实有一个自然的美景 我突然想到这个就是叫做全球最美的日出 这个在基隆对不对 对 叫做阿拉宝湾 这个是真的很美是不是 因为他是一个在海边的地方 那他其实观看日出的话 他跟整个海岸的搭配是一个很独特 而且很漂亮的风景 可是这不通话没说呢 他就是被冠说全球最美日出 这个是真的有认证说全球最美吗 这个是外媒评价的 真的啊 哇OK 所以是有国际认证的 那这个阿拉宝湾要怎么去啊 阿拉宝湾的话 他在那个和平岛公园里面 所以要上和平岛 那上和平岛是随随便便可以上去的吗 他是可以上网做预约跟了解 還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订票流程 那大家上和平岛我第一次看到这个 但是我刚刚有看了一下照片 的确还蛮惊人的 而且原来是有外媒认证 那因为一个要上岛啦 你可能有船的问题 有可能有每一天日出的时间不一样 所以大家上网去了解一下 好然后再来就是去年办了城市博兰会 然后我又看到一个 还有很特别的活动叫做什么 老鹰加年华 这个是为什么啊 应该说基隆市的市鸟是黑渊啦 那基本上如果你来基隆的港口 其实可能一下车或是一下火车 就可以看到很多黑渊在港口上盘旋 哦真的啊 对那包括你现在如果去基隆的话 其实也都可以看到就是整个港口旁边 就会有很多的大炮 所以老鹰对于基隆很重要 OK那这个老鹰加年华里面是可以玩什么 老鹰加年华的话它主要是一个采接游行的活动 就很像是台版的那种巴西加年华的概念 它就是整个会做风路 然后让团队上去做游行的表演 哦OKOK 这个是在什么时候啊 今年的话是在9月16 大概每年都会抓差不多9月左右 我看资料这个其实已经办了13年了 对它今年是第13年了 第13年了耶 所以每一年都有这个老鹰加年华 OKOK 好所以这个是风路来伴游行的 对对对对 OK然后你刚才讲到说今年还会有一个别墅现在叫做那个寿司祭是吗 对寿司祭也是算是今年刚落幕的一个活动了 因为我们基隆其实它很有名就是它就是会有新鲜产地直送的迂货嘛 那包含其实我们有一个卡玛定市场 哦 对那其实也是基隆一个非常如果来观光的话可以体验看看 就是它上午的话感觉就是一个平常的街区 但是到了晚上的话就会 就是变得感觉像是完全来到另一个地方 非常热闹 哇所以当然啊 因为港口当然就是会有新鲜的迂货嘛 所以原来在基隆办那个寿司祭 我觉得这个非常合情合理耶 那刚落幕这个有吸引很多人来吗 对我们在八九月间只有办那个寿司祭的活动 那因为寿司的话它还是会有一些食安上面的考量 所以我们是鼓励民众就是到店去做消费 那我们有基隆市有三十多家的店家会相应我们的活动 那民众如果在店里做消费的话就可以参与投票拿来抽奖 哦所以这个是寿司祭的活动 所以今年是八九月那明年还会再办吗 明年的话我们会来评估它整体的考量 那因为今年的话反响是真的蛮好的 所以明年有可能会再来做续版 OK OK 好那基隆其实是跟海洋等于划上等号嘛 因为就是刚刚讲有渔获然后又有港口 那在海洋保育还是说有没有一些什么 跟海洋有关的活动 你们有在推出在基隆的跟海洋有关的活动有吗 其实基隆还蛮多跟海洋相关的活动 包含也是十月的时候有那个基隆鱼的基钓大赛 哦喜欢钓鱼的 对对对它很特别它是在就是岩石上做基钓 岩石上一般钓鱼都在哪里钓不是都是在海边钓是吗 对那我们这次他们是会在基隆鱼的基石上面做基钓 所以这个是第一次开放吗 还是怎么样 没有其实历年都有这样子的活动 OKOK 那所以它特别的点就是可以在那个石头上面钓就对 对对对对 那那边可以钓到什么鱼你知道吗 这个可能我就没有什么涉略 因为这个要知道这个全年度所有的活动要了解很深这个大概太难了 好但是喜欢钓鱼的朋友那基隆肯定是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还有什么吗 还有我们也是有那个锁管季的活动 锁管 对对对就是搭船出去补锁管 哦是哦 对 那这个是白天还是晚上的 主要是晚上 对啊我记得这个好像是晚上的活动 对对对对对 然后它是会点灯还是什么 也是依海洋而生的一些活动 然后是搭渔船出去吗 搭渔船 那这个是等于是政府这边有辅导这个渔民来帮忙办这个活动 还是这个是商家自己的一个活动 有透过政府的辅导 他们现在就是希望说透过一些海洋知识跟青海体验的一些行程 那来帮就是一些传统的渔村做观光上面的转型 哦所以等于有点像是观光农场 所以我们就是一个观光出去 对就是观光的体验 娱乐体验 诶那我可以问吗 就是那那个补到的锁管是可以带回家的吗 应该是可以现场料理 带回家可能还不知道要怎么处理 哦现场可以吃 哦那这个体验就很好 就是晚上的时候可以出海 然后可以去玩 然后去补锁管听起来就感觉还蛮high的 我觉得 对就是讲到食物人的tension就会变得比较高 那当然啊 那还有呢还有呢 这个到目前每一个活动听起来都很不错 嗯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朝靖海湾节 它的活动内容就比较广了 就是有包含一些音乐会的表演 跟海洋的相关的一些事迹展演这样子 好那这个就比较正常 这个可以想象的到 就是在冰海活动 嗯嗯嗯嗯嗯嗯 好所以基隆有很多的这个自然的美景 然后有很多的软体 还有吗 还有什么是今年预计要推出来别书新财的活动吗 今年的话 今年的年底 12月的时候还会有一个光影节的活动 哦是哦 怎么样的光影节 因为是想说以往的话 我们是有在正兵 就是色彩屋那边刚才有提到的 会在那边投影光雕 哦 那今年的话是希望说 除了在那边投影光雕之外 我们也是均衡各区之间的一些观光的人潮 所以我们有在基隆的七个行政区 会规划做一些观环境的物质跟一些艺术品搭配 这才几月啊 哦在今年12月 哦 然后12月的时候就不得不讲 因为其实我之前有有先查了一下资料 就是基隆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决定 就是基隆不办跨年 对吗 基隆其实每个城市几乎都有一个跨年的晚会 当然各个城市就是巧妙不同 但是基隆说不办跨年的原因是什么 基隆应该说主要是因为以往跨年 其实他都是就是在戚风苦雨中 哈哈哈 对啊 那我们今年是想说可以在相同的资源下 我们就把时间提前一点提前一个礼拜 那去跟圣诞节的主题做一个结合 那我们也可以在相同的资源下 就是找到更精彩的表演 希望可以让更多民众来享受 懂懂懂 好我有听懂 这个就是技术性来讲就是错峰 就是说 没错没错 大家都去赶跨年 那我就不跟你一起 对吧 那也希望可以提供包含各县市的游客 就是我们会就等于像是多一场表演 是是是 在跨年之前就有一个热身的表演 而且的确啦 因为基隆其实也是蛮有名的 就是基隆很常下雨嘛 对不对 我记得之前有过朋友 然后也有采访过一些人 就是说基隆如果今天出去说阴天 就说今天天气好好 没错没有下雨就好很知足 所以就是可能这个跨年的时候 搞不好如果又吹东北季风 那真的是漆风残雨 对啊 因为我们往年跨年 都是在港边的空地上办 那港边就是风特别的强 所以其实几乎每年都是下雨 然后又狂风暴雨 懂 所以今年就是改成圣诞周 就是说改在这个跨年前一周 就有一些活动都是室内的吗 嗯 我们今年就是把场地移到室内 好那我觉得这个很smart 就是说反正现在基隆把这些硬体啊都弄好了 对不对 然后大家可能就是跨年前 跨年你要去哪里没关系 但跨年前一周 记得可以来基隆走走晃晃 然后可以待到晚上 还可以去参加这个晚会 然后你从真的是一整天 从早上就是日出 然后下午有市集 然后拍照 然后又有夜景可以看 又有活动 然后最后我们可以去庙口吃一下 没错 来个宵夜 哇 所以一整天的活动 没有想到现在基隆就是这么这么厉害 当然现在每个城市都有行销了 但是因为基隆以前就是我想这等一下会被骂 但基隆以前就是很容易被忽略掉 因为大家就会想说基隆会有什么 没错 而且还要刚好戴新北的包夹之下 对好 因为两边都是 那最后我跟我们聊一聊好不好 就是去基隆现在你自己通勤嘛 对不对 去基隆最快的方法是什么 交通的方式怎么样是最好 我自己是觉得现在其实假日的话 客运是真的很方便 因为他班次真的很多 客运是吗 那火车也有到基隆吗 火车有到基隆 但是我客运不塞车的话 时间上会更快一点 那在基隆市区里面有什么新的交通工具吗 基隆市区的话 因为其实我们路幅有限 所以我们主要的话 我们有一些观光巴士的搭配 对对对 所以基隆开始有一些回游的这种市区的观光巴士 没错 好所以就是基本上你想办法到基隆之后 你就不用担心了 那广场上面晃一晃 还是什么有巴士可以做 好 那我们再进广告休息一下 最后回来呢 再跟客厂聊一聊 未来基隆还会变成什么样子 欢迎回到UnoLife光听你说 我是主持人Uno Live 赖玉农 今天呢我们正在聊基隆 就是我们那个宇都基隆 就在其实离台北很近 坐车大概多久啊 坐车如果是台北市区的话 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到 对啊我记得其实开车也是很快 好今天在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呢 是基隆市政府的这个 呃观光及城市行销处 观光发展科的这个林子余科长 哈喽科长你好 大家好 我们刚聊了很多 就没有想到就是说 其实基隆呃 偷偷默默的在这几年 其实蜕变成是一个 还蛮国际化 而且是值得行销观光的一个城市 而且呃 呃当然有赖于就是原本观光就有很多自然的资源 就是其实它本来就是一个海港嘛 然后又很多山 然后又有一个岛 对吧 然后现在其实呃 你们也非常努力 就是有创造了很多新的景点出来 然后又有一些这些软体 而未来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再发展的 就是基隆 我们如果在未来一两年 还会看到什么很大的这个 不一样的东西出现吗 嗯 不一样的东西 因为其实说 基隆它算是一个 就像刚才想要讲到 它就是有山有海有港湾嘛 对 那它其实也有很多 海港还有过去历史带来的一些 很有文化底蕴的古迹 那它也有现代化的一些港湾 包含我们有山港货柜可以看 那还有军舰 那也有很多特色的美食啦 包含我们刚才有聊到的一些海鲜 那还有一个我觉得是特别的文化 就是基隆它有一些同版美食 跟那种咖啡厅的文化 其实我觉得在软体方面 就是也是非常值得行销 那很适合自由行一般散客来走逛 懂懂 好所以其实现在基隆 就是基隆作为台湾最北的一个城市 然后其实印象中大家都会觉得 好像基隆很边缘化 基隆人不要来骂我 但是小时候真的是这样 就是天气又不好 然后就是每次去那个港边 就是都是基油的味道啊 然后就很脏很乱啊 就是就像你讲的 都有点阴阴阴阴阴阴那时候 印象中的感觉 那突然之间 就是因为这个城市 还是要做一个行销 还是要做一个观光 所以的确现在基隆 跟台北跟新北海岸线 其实有一些不同 包含它就是有这个 我们刚刚其实聊了很多啊 当然你本身如果要在基隆玩的话 其实已经满多东西可以玩了 我今天收获最大的是 我已经在想就是说 哦对啊还可以坐邮轮出国 所以这是第二个国门 原来在基隆 原来就是大家 其实下次如果想要去日本玩的 如果你想要换一个不同的方式的话 你搞不好可以考虑看看 如果从基隆坐船出去 我记得是他们有时候玩邮轮 都是你可以坐船出去 坐飞机回来嘛 对不对 也可以就是它其实是 如果对双北的民众来说 它其实是一个很近很近的国门 一下就可以出境 对啊然后我真的还没玩过 但是我觉得邮轮是一个 蛮有梦想的感觉 好啊那所以基隆的话呢 就是今年到年底之前 就是你刚刚提到的 就是说有一个这个跨年前 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活动 然后还有什么是在今年年底前 或是明年年初 听众朋友就可以马上去参与的活动 今年的话其实我们还有一个算是活动吗 应该说还有一个体验 它还在尾声 就是真的很尾声 其实就是我们今年有在力推的基隆雨的观光旅游 基隆雨 没错 在哪里啊 在基隆 稍微坐船的话大概20分钟到30分钟左右 哦所以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岛 也可以登岛的是吗 对对对对 那上面有什么 上面它现在是有一个灯塔 还有一个灯顶的步道 哦OK 所以是比较自然的 对因为我们主要那边就是推永续观光 所以它那边还是有维持它比较原始的生态 那我们步道也都尽量有贴合它原本的原始的样貌 哇很不简单耶就是整个就是一个满汉全席耶 就是我们刚才聊了一下没有想到基隆这几年变成这样子 就是说你从全球最美的日出 对不对然后有自然的 比如你有和平岛你有这个基隆雨 然后你想要基钓就是你想要钓鱼 然后你想要看轮船你想要看自然的风景 全部都有耶 嗯没错真的是有很多很多不管是人文也好自然也好 就是很多资源可以来享受 还有很多人文的咖啡对不对 对 上次我们其实有采访另外一个永续的一个餐厅 食物友善的餐厅也在基隆在八斗鱼那边 好所以呢有兴趣的朋友其实大家不妨 现在大家其实周末或者是这种小的廉价 大家都会往外走嘛对不对 那与其大家都一窝蜂的往宜兰去跑 不如也可以来基隆看看 没有想到现在就是基隆其实已经 或许跟你想象的不一样了 看你想要早上去 还是你要白天去 还是你要晚上看夜景 其实它都各有特色 嗯没错 OK 好啊好啊那今天谢谢科长特地来到我们节目 所以就是北北基啦 就是台北新北跟基隆 其实本来就是一家人 那你如果真的是说 宜兰如果是所谓台北的这个后花园的话 哇那这个基隆可能是我们最近的国门跟客厅 有空来我们客厅走走做做好吗 好那今天谢谢子余 然后我们下礼拜六同一时间早上十